中國的經濟景氣短期之內明顯好轉 是無望了拖累了股會市 最近的走勢也是持續的低迷 在人民幣對美元 今年一口氣扁破了7.23 改寫了7個月的新低 現在股市也是繼續的下挫 而對比之下 中國中藥財的行情 最近在生產問題的影響之下 表現反而非常的強勢 上演了40年來不曾見過的大漲走勢 尤其是當歸的價格 近一個月的漲幅達到了六成左右 比起熱門的AI股輝達還要漲得凶 那麼比起買股 現在囤積中藥或許是更有賺頭 但其實不只中國的中藥財明顯的變貴 最近台灣的中藥財價格 也因為需求增加而有所上漲 漲幅在兩到三成左右 單規苟起酸藻人 這些熱門中藥財在意後 需求量大增45% 未來想不升 但恐怕也要多掏錢 那一般的藥材都要漲兩成到三成 但是特殊品項的項目 像酸藻人 我記得兩三年前呢 大概在七百八百 一臺金 那現在都是兩千五 兩千七 台灣人幾乎天天吃的當歸 每臺金從六百元漲到七百元 帶動十全大補湯 四五湯也都漲價 至於常當食材的枸杞 八角也都變貴 超過三成以上的藥材都含漲 漲幅在兩到三成左右 中藥材即便漲價也還能買得到 但科學中藥卻爆出缺藥潮 根據中醫師公會指出 疫情前全台看中醫人數約五百六十萬人 去年第三四季 一口氣飆到八百一十二萬人 國人使用中藥在兩年來大幅成長百分之四十五 平均每十人就有四人看中醫 他一出來啊 就沒了 因為他量很少 所以我今天叫得到 不一定明天叫得到 可能一個禮拜就來了 現在可能就不知道啊 搖搖無幾 新冠肺炎疫情還沒結束 偏偏七月一號開始 情管一號將回歸自費 拿藥得花一千五到兩千元 常若科學中藥卻要朝未解 未來確診 遲中藥費用恐怕再提高 近期我連會 蔡玉如採訪報導